接下來我們來說明了這個電路工作的原理 這是題本裡面有的一個電路圖 這個電路圖主要是已經裝置在機台上的電路 這個板子的部分就是我們自己同學設計的板子 透過這個 P1到P22跟我們的紙板接觸 跟我們的母電路板跟機台接觸 我們來看一下他彼此之間工作的關係是什麼 第一個部分 是我們這個右下角的部分 這是電源電路的部分 電源電路的部分主要就是有一個 這個插座 插座接到我們的4電110V 那經過一個 變壓器跟喬式整流器 然後喬式整流器之後呢接到一個 這個穩壓器 在正V的這個地方 產生一個5V 穩定的電壓 那這個5V的電壓也透過P1 進到我們的系統裡面來 所以這邊會有個5V的電壓 那P22是我們整個板子的GND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的VCC跟GND 分別就在P1跟P22的部分 那第二個區塊是我們左下角的 脈搏產生電路 這裡面呢分別有兩顆555的IC 555的震盪IC 那左邊這一顆呢 透過VR1 這是我們機台上的那個 可變電阻 透過旋轉這個可變電阻 改變這個電阻的電壓 去改變這個CK1 這個震盪的頻率 那CK1呢透過P2 進到我們的這個 模板裡面 那P2就是控制我們這個 技術速度的一個 頻率 那這個 U7B的部分呢 一樣透過VR2 這一個 這一個可變電阻 去改變它的頻率 那這個頻率呢 叫做CK2 那透過P4的部分 進到我們的模板裡面去 那再來 上面的這一大塊 也是我們的七段顯示器的解碼電路 那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顆IC這是個BCD 的一個解碼電路 BCD對七段顯示器的一個 解碼電路 對七段的解碼電路 那可以看到輸入角在這邊 ABCD是指角輸入角 那我們在做數位電路的習慣呢 ABCD表示的話 A通常是最低位元 D通常是最高位元 所以當我輸入是0000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在這七段顯示器上 顯示一個0的符號出來 當我輸入001的時候 可以在上面顯示一個9的符號出來 那這個是我們位元的表示 那比較重要的 對我們設計上有需要的部分來說呢 是我們要看回來我們的模板上面 它跟我們模板接觸的地方在這裡 P6到P12 那P6是最低位元 P12是最高位元 所以我們在使用的時候呢 要小心指定 不要指定反方向了 那這樣整個機組出來都是錯的 那再來我們可以看這個解出來的 ABCDEFG 七隻腳 你可以看到我們透過這個排線 接到我們四組 那它是把所有的腳位都接在一起 這是我們共用形式的 共用式的這個七段顯示器 那我可以透過改變 這個共用端 以這一顆來看 它是共陽極 我們所有的共用端 接到正V 透過一個 這個BJT去控制它 那我們使用的時候呢 如果我把所有的 common 這個 common端 都點亮的話呢 我這個數字會同時顯示在這四個數字上面 那我們希望它四個位元顯示不同數字 我們就要透過一個設計 在這個地方 我們還有 這邊還有一個IC 叫U5 這顆IC 是一個解碼器 2對4的解碼器 那這個解碼器的功能是什麼 我們透過P14跟P16這兩隻腳 讀進來一個訊號 那這個是 低位元 這是高位元 當我這兩個訊號呢 讀進來訊號 由高到低是00的時候 它會在Y0這個地方輸出一個hide的電位 然後這個hide的電位呢 會去驅動這一顆BCD 把這個BCD 把這個BJT導通 那這BJT導通之後呢 我的訊號 我的這個電壓源就可以流進我們的這顆IC 那把這顆IC點亮 那第二個 當這個是01的時候 01的時候是Y1這個訊號被 被點亮 那這個訊號被點亮的時候呢 更正一下 這個是 00的時候 Y0是低電位 那其他的是高電位 那低電位 這顆電器被點亮 它這個才會有電源下來 後面都是一樣 那01的時候 Y1是低電位 那這個訊號被點亮 被點亮的時候 這顆IC被點亮 那我在這個適當的時候 把它要顯示在 百位數的數字 傳到這個氣氛顯示器嘛 它就會被顯示在這個位置 那10的時候 是 Y2 輸出一個低電位 那把這顆BJT導通 然後把這個訊號給點亮 那11的時候 把這個 地方導通 把我們的訊號點亮 所以各位注意到 我們這個 001 1011 是先點亮纖維數 當我們00的時候點亮的是纖維數 那11的時候點亮的是各位數 那這個順序我們等一下設計的 所以要放在心裡面 也是有需要用到的 再來我們看剩下的 只剩下這隻腳了 這隻腳是我們reset的訊號 那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這個reset訊號 開關在這裡 接到高電位正V 正V是5伏特的訊號 所以呢我按鍵按下去的時候 我們題目的前面工作 工作說明的地方說 按鍵按下去是把 板子歸零 那按鍵按下去給一個高電位 所以我們這次給一個高電位的時候把板子歸零 低電位的時候板子正常作動 這是我們要放在心裡面的東西 接下來 我們看到機台上的電路之後 我們來看我們母板裡面的電路 這個母電舞板的電路同學 其實已經看過一次了 我們上次呢是把 這個區塊 虛線外面的電路設計好 好那我們現在要看的是虛線裡面的電路 這就是我們cpld裡面 cpld 可規劃 邏輯元件裡面的電路圖 那我們來看了我們ck1 從p2進來之後呢 進到我們的板子裡面 那這個呢 我們的習慣 我們就把這個ck1 接到我們的 技術器 那這每一個 都是一個bcd的技術器 從零數到9 每一個都是一個bcd的技術器 分開來看 那從零數到9 到9之後歸零 那歸零之後呢 傳一個訊號到下一集 GG驅動它 那這樣子我們一集傳一集 一集傳一集 就可以讓這個數字從0000 數到9999 這個是 技術的部分 第二個這是一個 ck2是要顯示它解碼的速度 所以這我們用一個 這個 0到2的技術器就可以了 0到3 1234 我們只要00001 1011 4個數字 0到3的技術器 那這是個簡單的技術器 兩位元的技術器就可以做到了 再來這個是多工器 多工器的功能就是我在同一個時間 搭配這個技術器 給定的訊號 那在同一個時間只輸出一個訊號來 我們剛剛記得 這個是a 這個是b 對不對 這是低電位 這是高電位 那我們剛剛也看到這是低電位 這是高電位 那我們剛剛講過在00的時候數的是千位數 所以00的時候記得要把千位數的數字 傳到這個地方來 01的時候把百位傳過去 10的時候把10位傳過去 11的時候把各位傳過去 所以這多工器的功能就是 我同一個時間只把一組輸出 一組輸入傳到輸出 對應的地方去 這個是我們 指電路板要設計的部分 所以各位總結一下 我們需要設計的電路其實只有三個區塊 第一個區塊 我們需要一個bcd的技術器 0到9 會歸零 然後會產生一個輸出訊號 去驅動下一級 第二個 一個簡單的 二位數技術器 第三個 一個4對1 4位元的多工器 我們只需要設計這三個電路 當然後面會告訴各位我們還需要一個 外加的電路 那我們等一下後面再來講 所以我們接下來要進行的就是要設計這三塊電路的工作 那我們接下來就 準備來進入始作的部分